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美国为了限制学者回国甚至出台了禁令 虽然在朝鲜战争中这个命令被取消了 不过美国还是会用各种借口阻挠中国科学下的归国之旅 后来郭永怀在祖国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一场 但是他深知很多重要资料是没有办法带回去的 为了不留给美国 郭永怀就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全部销毁 随后义无反顾的投向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在国外的待遇有很明显的落差 当时的新中国还百费代行 郭永怀的研究之路充满艰难险阻 但他都一一克服了 我国的人造卫星和原子弹成功背后 都有他的无私奉献 就连前学三都自探俘书 认为他一个人就值得识个诗的秉力 可惜在1968年的一次意外中 他不幸坠迹身亡 为了保存自己的研究资料 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 将资料保护在中间 为了纪念他的功勋 2018年212796号小行星 被以他的名字命名 虽然他的生命定格在59岁 但他一定会见证中国的强大 好了今天我们的显能识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奖励室的朋友 别让转发跟注哟